就是要为他做美好的见证 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是一个感恩的日子 在这个日子当中呢 我们感谢我们的天父上帝 是我们的天父上帝 召唤我们每个人 从中国来到美国 然后走进教会 走到这样一个打的家庭当中 那我们每个人 每个基督徒 在这样一个末世的时期 我们都能够破解耳出 能够为神国做传福音的事情 那我们今天要通过一组PPT 是关于我们家的故事 请我们的陈达英雄 帮我们播放一下PPT 我们这个title是讲 感恩念恩报恩 在这组PPT上面 现在看到的是 刚才学习们已经提到 广佳这一老老小小 几乎所有的林生大事 都后院后选择成教会 细细相关 无论是我们的不办婚礼 还是女儿的出生 还是儿子从中国来到美国 亦或是重举了艺术作品 得到正规的非常有实力的 犹太机构的一些代理 在艺术方面的一些成绩 甚至包括 我们在世界上的重新的在此启航 在我准备这个PPT的时候 说实话 我是从头哭到我里 鼻子一直在流 流离一听 妈妈在我旁边 我说是感冒了 我说是感动的 真的是感动的 因为看到了PPT所有的经文的章 没有我们的牧师师母 所以我们全家没有理由 不热爱我们的上帝 没有理由不爱我们的后选择生教会 也没有理由不爱我们的牧师师母 也没有理由不爱我们的后选择生的 弟兄姊妹 就是我们全家的一个全家族 就是在这个位置拍的 我们全家的受洗 就是在火腿的联教会 这是13年成绩率商 得到了所有弟兄姊妹的 温馨支持和捐团 这是我们在这里补办的婚礼 这是我们的绿卡过关 顺利的通过 这是我们的购买的房产 我们参加了教会的一些 非常重要的活动 这是成绩的艺术作品 这是我们在联合国 做的一些系列的 一些艺术的活动 这是14年成绩在联合国 总部版的个人的画展 这是为了一些力挺川普 等等一些相关的一些 的社会的活动 这是从2017年 我的央视的栏目 正式落地美国 开辟了央视 建台以来几十年 我的国外上游栏目 是央视唯一的一档 驻美栏目落地在美国 同时我的主持人 联奖培训班正式的激动 上帝也输送了我原源不断的声援 现在我们正在筹备 2018年的主持人 讲进化赶走这年 国总部的打赛 那么2013年我略为加以几个事 2013年也是我们 获得生教会在开参会 那么开参会呢 那么就国际积淀会 在参加这个会议 我也是华印当中 在美国第一个 报名加入国际积淀会的第一人 那么就是因为在那场参会上 我向上帝许愿 我要用我的艺术作品 来进行传福音 传什么的福音 刚才那个小姊妹很小 在艺术造译上 已经做了很大的成就 那么真的 她是中央音乐学院 那么我是1984年 在中央美术学院 说实的 在美系统之前也是比较狂傲 非常的骄傲 骄傲的一点呢 我在国内从中央美院毕业之后 被分配到中央美术学院的工程公司 做艺术总监 当时呢就训练了一个经营的头脑 所以呢 在国内我在通来美国之前 我在国内开了七家分公司 遍布上海东北包括浙江 总部在北京的宋庄 可以讲呢 当时非常的辉煌 每一年的业绩 我有几千万的流水 我有三百多个员工 所以呢 当时非常的膨胀 那就在非常膨胀的同时 真的可能上帝就在呼唤我 一场官司 一场被骗 就近五百多万被骗人 所以呢今天站在这里 能够同大家分享 那么一三年呢 我也是画这个圣经 后来被摔伤 直到今天的恢复 真正的感谢上帝 感谢我们的主 感谢我们的主基督音书 那么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 应该有自己的一个大使命 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职场上 传神国的福音 那么在中国呢 也是最后一块 应该是印度 那么目前中国呢 也已经有接近一亿的基督徒 那么我们作为一个 每一个基督徒 都应该做传扬神国的福音 那么已经有文字记载 我们中国一定是最后一半 是主到来之前 最后一个被福音所感染的国家 那么有什么为证呢 我今天拿了一个书法 大家看一下 这个字大家都看得出来 应该知道念什么 爱字 是吧 很明显 我们国家有五千多年的历史 在昌吉造治的时候 就有几千年 那么几千年呢 圣经上也有记载 所以我们中国人 一定是传福音的最后一半 我们相信来到了 美国的中国人 成为了基督徒 长了大多数 所以我们监护着一个使命 就是传福音的使命 那么这个爱字 您把它翻过来 神就是爱 爱就是神 神爱活水 所以我们是活水得胜人 是传福音的 破坚而出的传道人 那么我们都知道 我是画家 也是知道基督徒画家 也知道在位神国 画福音画 那么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我是国际集电会的 第二任会长 所以再次感谢主 一切荣耀 归于主 谢谢大家 哈利路亚 我真的想说 我们都会经历各种的低谷 记住我的一句话 这是我们这么多年来 真的是 可以说是被主破碎之后 得到了一个发自内心的 一个警醒和提醒 当我们遇到低谷的时候 不要问对手 像我们的传道人 宣道家 蔡松坚女士说的 她是一位盲人 她从来不问上帝 我为什么 被仇被盲人 她只为上帝 主啊 我能为你做什么 所以弟兄姊妹 让我们共勉 当我们早下 早在人生低谷的时候 不如意的时候 遇到困难挫折的时候 甚至是 当你灾难的时候 不要问主一位什么 只问主 主啊 我能为你做什么 阿们 谢谢 我们最后第一句的一张呢 是 报恩 上面就有 777幅 分为实册的 见证上帝的 书籍 这是由成举迪星 所为主创 我们期待着 真的 用我们后半生 所有的努力 来回报主的这本恩典 我先生还准备的一首歌 我不知道师母 有没有三分钟的时间给我 一首歌叫幸福 不是我唱有多好听 是我真的想让大家 分享这个歌词 特别特别的好 感恩的人才会幸福 幸福的人才会感恩 让我们的全大弟兄 帮我们放一下 幸福这首歌好不好 也坚持的祝福在座的 每一位弟兄姊妹 在主里面你最幸福 带人生带人生 想象着有一个幸福甜蜜 风鸟鸟鸟坐在冰箱里 爱想幸福只存在 童话不虚离 自从耶稣进入我的生命 心中眼睛被主爱看起 看见幸福的天地 就在微信里 他也不是要不可及 也不需要完美主意 但是真实而见的地 爱在主爱里 幸福是 这些现代拥有的 感谢上帝共议 幸福是 看向自己领受你 教别的安利益 幸福是 相信神经所写的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每句都是真理 幸福是 是下宫的一生地 因他便看不离 我们今天就要很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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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本人感谢祝福的经历 好 谢谢大家 再次祝福大家 感谢祝福快乐 我们知道鸟在什么时候最幸福啊 鸟在空中飞的时候最幸福啊 那么树在什么时候最幸福呢 树的根要在哪里最幸福呢 要在土里往土里扎的时候才能活最幸福 那鱼在什么时候最幸福呢 哎呀 要在干净的水里游的时候最幸福 那么我们这些人在什么时候最幸福啊 在神里面 我们感谢主刚才承举 让大家看了那个字啊 在主 在神里面就有爱 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 神就是爱 神不但是爱 还是一切的源头 你想要智慧 他就是智慧的源头 你想要平安 他就是平安的源头 你想要幸福 他就是幸福的源头 所以弟兄姐妹们 如果你现在还在生活中 忙忙碌碌 急急盈盈 找不到方向 不知道怎么样去找幸福 很简单啊 只有一条路 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若不借着主耶稣基督 没有人能到神那里去 能到天父那里去 你想要在天父的怀抱里得幸福吗 圣经上也告诉我们 没有任何的恶者啊 可以从父的手里把我们夺去 我们只有在父的怀里 在父的保护里 我们才有真幸福 但是如果没有耶稣基督 这条道路 没有耶稣给我们的重生的生命 没有耶稣透过圣灵给我们的真理的话 我们找不到方向的 所以弟兄姐妹 只要记住 我们的目标 在哪里最幸福 在神 神是谁呀 神就是爱 神 他是我们的天父 为什么 因为神给了我们灵魂 请问在座的各位 我们坐在这里 是只有身体坐在这里吗 如果只有身体 那叫做尸体 我们是身体加灵魂 坐在这里 你现在身体呢 来到活水得胜教会 这个漂亮的建筑物的里面 那你的灵魂呢 神有没有在我们的中间 一定 如果我们走进教会里面 如果神不在我们中间的话 那么就是枉然的 这里有四个字 以马内力 什么意思啊 神与我们同在 不是只有这四个字 乃是神真实的 与我们同在 神造眼睛 他一定看到我们每一位 神造耳朵 他一定听到我们每一个人 在这里诉说的 在心里面说我愿意 我愿意 我愿意 我也要像这个家庭 我也要像这个人 我也要为主发光 我也要为主做见证 如果你心里面 是这么一个念头 是这么一个祷告 请问我们的天父听见了没有 一定听见 如果你是诚心的向天父祷告 而且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祷告 天父会不会成就 肯定吗 为什么 因为这是神的旨意 如果我们祷告的内容 不是神的旨意 我们不肯定 神的旨意 他自己就要成就 这是神乐意要做的 神盼望你做的 在耶稣基督里 在天父的怀抱里 在上帝给你的命定里面 我们每一个人想幸福 你想要每一天走在幸福的道路上吗 除非上帝发口令 一个口一个令就是命 你的命一定是幸福的 刚才我们唱的诗歌 在这边讲述的见证 不论是顺境 不论是逆境 不论是狂风 不论是暴雨 只要有上帝的口令 上帝说 撒掉魔鬼 推去 通通把他们打败 那一句话就成了 如果上帝说存留一些环境 让你的生命得到炼净 就好像炼金子一样的 在尼炉中炼七次 上帝说七次就七次 上帝让耶利哥城 叫百姓 要把耶利哥城给攻占了 那怎么样能够让耶利哥城垮掉呢 上帝说 你们就绕着耶利哥城七天七次 在第七天的时候 七次 加起来几次 这个时候 感谢观看